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来越南就是因为光当在越南嘛 他是越南人 是因为我来越南的时候正好是COVID 然后当时也回不了中国 回不了中国后来就去了泰国旅游 结果就回不来越南了 然后后来一直在泰国还有柬埔寨待了八个多月 待了八个多月后来就回到了越南 回到越南的时候我就在想 既然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到中国了 那我不如留在越南看看 越南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有没有我适合做的事情 我就想看看 然后加上光当他在越南嘛 我也不可能要他跟我去中国 所以后来在越南回来之后 待了两三个月之后 我就觉得越南挺好的 我应该能找到我能做的事情在越南 就首先遇到的困难肯定就是语言不通 所以我刚来越南没多久我就去学了越南语 然后其次再遇到可能就是 因为在当地不认识什么人嘛 那肯定要花很多时间去认识人啊 去积累一些经验啊 去参加活动啊 那这样才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嘛 然后也会带我去认识他的朋友啊 跟我介绍他们都是谁都是在干什么的 然后也会给我介绍他在哪个哪个地方 认识的什么什么样的人 可能我认识以后会对我有帮助啊 或者怎么样 其实还好吧 没有什么压力 虽然我在越南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我 但是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也生活了很久 我在中国有自己做的很多事情 那我也感受过很有名是什么样的感觉 因为我在中国也是做KOL做了很久 我就会觉得其实还好 没有很大的压力 他很不错 我也没有差到哪里去 其实一开始 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是会有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刚刚在一起嘛 也不是说特别了解的一个阶段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会有的 就会觉得啊完了 他身边那么多女人 那么多好看的女生怎么办 但是后来的时候我想了想我就觉得 主要 生活一起够久了我看他每天都很忙 我就觉得不要说他会被身边的人影响了 连我影响他都很难 他其实没有吃醋 因为我其实我身边的朋友所有的朋友他都认识 就是我身边的那些朋友年纪都比我小 而且我觉得 像我也会问他为什么你不会吃醋啊 他就说他觉得没有人应该没有人能受得了我这样的人 对除了他 其实他没有做过很浪漫的事情 如果真的因为他本身的性格不是一个会浪漫的人 不是说他没有这个心去做这个事情 是因为他不知道到底什么要算浪漫吧 但是他现在有变好很多 如果说真的是要有一个浪漫的事情 那就是 呃 我想一下 嗯 那就是应该是去年我生日的时候 呃 他有给我送了一条项链 然后那个项链是萤火虫 就是那个虫就是会发光的那个 对然后他他给我送那个项链的时候 他就说他说他呃 他是叫我闭上眼睛 然后给我戴上项链的嘛 因为其实那个之前 他给我送的生日礼物是个保温杯 叫我多喝热水 所以差距其实是会蛮大的 就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啊 终于他也懂一点浪漫了 然后呃 他会跟我说他之所以选那个 他是觉得我就像那个一样 可以照亮他 他最好的性格就是 就是对我很有耐心吧 我不知道他对其他的东西有没有耐心 但就是对我很有耐心 不管我说什么他都会听 呃 哪怕他可能那一分钟在忙 他也会放下来 呃 问我我在说什么 呃 我说很多很多话 他也会一直听下去 然后我给他看很多搞笑的视频 他也会都去看 我的个子不算很矮 呃 我首先是个子比我高 然后长得不不用说特别特别帅 那只要是我觉得长得帅就好了 然后其次就是跳舞 跳得比我好 然后能让我觉得他很有魅力 对所以遇见他的时候 我就觉得啊就是这个人 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长得很帅 跳舞又好看 对就是我觉得他跳舞的时候很有魅力 就散发出一种呃 呃 让别人忍不住想去看他的这样一种吸引力 嗯 我来说我没有很强求结婚这个东西 而且我们两个在一起也时间也不短了 其实相处下来的模式方式跟结了婚之后也没什么区别 所以我觉得结婚这个东西就是顺其自然 如果哪一天我们都想结婚了 那可能就结了 如果我们都没有这个想法 那可能就一直这个样子走下去 其实也挺好的 呃 是 平感觉 呃 人人都听光当鸦平 光当鸦 感觉平 那么 光鸦 得得 会有 平感觉原本eras是由于 clock 一个人 Kongni 我感觉很漂亮 Kongni 我平常观看 Kongni是很酷的 是一个舞蹈员 很漂亮